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而最终庆余年也获得了口碑热度双丰收的结果 时隔三年依旧热度不减 如今庆余年二已经在拍摄计划中 并曝光部分演员阵容 再看看当年庆余年中八位女星各个都是经典 让人印象深刻 李沁是林婉儿 庆余年中的女主角绰号鸡腿姑娘 与范贤是一对夫妻 活泼开朗 漂亮 正直 深受观众喜爱 作为剧中第一女主 李沁的颜值堪称惊艳 她清新脱俗 俏皮可爱 一身白衣素果 气质温婉动人 剧中李沁与张若云的第一场戏就非常惊艳 她饰演的林婉儿一人到京城游玩 却在清妙上与范贤一见钟情 两人的对手戏很有意思 范贤为了寻找林婉儿 正好静王请她参加诗会 原本她找遍诗会并没有看见林婉儿 不过出去一趟回来看见林婉儿抱着一只鸡腿 而范贤迫不及待地拉住她藏了起来 她看到婉儿在偷吃鸡腿 误以为是哪家的丫鬟 结果林婉儿为隐藏身份声称自己是丫鬟 而范贤更是为了迎合她 也故意隐藏身份 称自己是个书童 二人的对手戏相当精彩 小动作小表情不断 十分可爱 还有一段是范贤要去北齐 结果林婉儿气咕咕的让她别沾花惹草 实在是很有意思 作为第一女主 李沁在剧中表现惊艳 饰演的林婉儿可爱甜美 深得观众喜爱 李小冉是长公主 李小冉在庆余年中饰演的长公主一角 演技堪称炸裂 深受观众好评 长公主是林婉儿的母亲 庆帝的妹妹 十足的女儿控 她堪称极智慧美貌于一身 同时心狠手辣 极其善于伪装 是男主的第一敌人 要说李小冉在剧中的演技堪称一流 她饰演的长公主 那可是被很多观众所讨厌 是个非常不讨喜的人物 剧中她不仅是设计陷害自己的女婿 还出卖庆国 可以说将自己的偏执 癫狂发挥到了极致 一身黑色服饰 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并且与张若云等人的对手戏 更是一决 仅仅是一个笑容 就会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同时更是可以边杀人 嘴里边说着有趣 李小冉将长公主李烈的气质 并交的心理 恶毒的面容都发挥出来 作为庆国第一美人 李小冉的颜值也是堪称惊艳 肤白貌美 能登大雅之堂 可以说李小冉将这个反派人物 饰演的相当形象 让很多观众看了印象十分的深刻 李纯是斯丽李 在青云年中 李纯饰演的斯丽李 也是堪称演技炸裂 他表面上是京都最先居的头牌 实际上是北齐潜赴于南庆的间谍 同时是个绅士凄惨的人 斯丽李北市南庆皇族一脉 结果爷爷被击杀 自己和弟弟逃到北齐 与北齐皇帝海棠朵朵是好朋友 后来来到庆国偷取情报 结果途中就遇到了范贤 并爱上了他 后来因为身份暴露被抓 幸得北齐小皇帝战斗斗 亲自出手救了回来 李纯在剧中的演技也是相当的惊艳 他饰演的斯丽李 颜值高 气质好 时而风光明媚 时而楚楚可怜 有一场范贤在马车里逼问斯丽李 通过李纯的眼睛 可以看出人物的恐惧害怕 极其逼真 虽然他是间谍 但对范贤有些深厚的感情 李纯饰演的斯丽李 无论从眼神还是形象 对角色的塑造都相当到位 而演技也很受观众认可 辛之磊是海棠朵朵 辛之磊在《清余年》中饰演的海棠朵朵 是北齐的圣女 武功高强 也是范贤的恋人之一 海棠朵朵自小 与斯丽李战斗斗一同长大 三人是好闺蜜 而他的父亲是苦和大师 所以他的实力很强 辛之磊在剧中的演技可圈可点 他饰演的海棠朵朵 可不是一副高冷 生人物尽的形象 反而是大大咧咧 十分可爱 他虽是圣女 但对范贤也是十分的爱慕 剧中和范贤的对手戏 也是相当的幽默搞笑 有一段范贤要杀自己的对手 结果海棠朵朵一来 气氛就变了 范贤严振以待 结果他回了剧 你杀你的 我看我的 相当有趣 他所展现的是一位 真性情没有架子的圣女形象 可可爱爱 大胆烈烈 十分招观众喜欢 宋毅是范若若 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在剧中同样是十分讨喜 她清纯可爱 聪明伶俐 被称为京都第一才女 她是范贤的小迷妹 自小就与其他女孩不同 思想前卫 长大后更是对范贤这个哥哥 产生了一丝情愫 宋毅饰演这样的角色 堪称是经典 可爱的气质一眼 就让观众入戏 而剧中她的人设也非常好 不仅既是旧人 还周游列国 并且将庆帝废去一只手 而宋毅与郭其林 和张若云的对手戏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剧中范若若一出手 就把弟弟制得服服贴贴 而她虽然爱慕范贤 但依旧竭尽全力帮助发贤 可以说宋毅的演技 张弛有度 十分自然 很受观众欢迎 刘美彤饰演战豆豆 相信很多观众 应该被刘美彤饰演的 北齐小皇帝 战豆豆给吸引住了 男扮女装 颜值惊艳 演技也是非常的惊艳 战豆豆是北齐小皇帝 自小被当作男孩子来养 她与海棠朵朵 以及斯莉莉 是很好的闺蜜 刘美彤在剧中的演技 可圈可点 她本身是北齐的皇帝 对外人向来喜怒 不形于色的她 却偶尔会和范贤 这位初始北齐的 敌国臣子开外笑 她虽然是男扮女装 但剧中的造型绝对一流 不同于其他剧中 贴个假胡子 换个发型 这次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本来就是长相秀气 眉宇间带着点英气 再经过打扮 气场十足 堪称是男扮女装的典范 当然她最经典的一场戏 还是明云范贤 与张若云的对手戏 战斗斗对范贤 也是有爱慕之意的 后来观众也就懂了 范贤工具人外号的由来 总之 刘美彤在剧中的演技在线 眼神戏到位 气场十足 而她男扮女装的样子 更是迷到一大片观众 源泉是叶教授 在剧中 源泉客串的叶教授 虽然戏份很少 但也让很多观众 对她的印象形象不错 源泉在剧中饰演的叶教授 是帮助范贤穿越的人物之一 她依旧是一头短发 一身职业装 很有女教授的气质 而剧中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范贤的母亲叶青梅 不过她的身份 也仅仅出现在回忆的一瞬 那是与庆帝相遇的一段回忆 那个从轿子上下来 与庆帝说话的女子 便是叶青梅 总之源泉的戏份不多 但演技依旧在线 至于第二部有没有可能露面 还是个未知数 以上就是庆云年中 七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女主 个个都把角色演成了经典 很受观众喜爱 如今有关庆云年2的消息 已经不进而走 基本上很快将会与大家见面 而根据透露的消息 极有可能是原班人马拍摄 肖战 李沁等人将悉书回归 毕竟一部经典作品 连续两部都是原班人马出演 是可遇不可求的 也是观众希望看到的 现在再看当年 庆云年中的几位女星 真的是相当惊艳 不知道大家对于 庆云年2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そ fas封 请初听解码云期 支援 7 4 4 5 5 4 5 4 5